接下来呢我们今天这么多的观众 包括在线上看直播的朋友 都一定有很多的问题想要关心千玺的 所以马上进入到我们下一个环节 就是我们的媒体问答的环节 我们又选了三个问题要来问千玺 我们请千玺来好好跟大家聊一聊 好吧 我们先看大屏幕 第一个问题来自一直播的千玺和 她问千玺觉得东巴拉这支舞蹈对你有什么意义 东巴拉这支舞蹈其实是随便想刷一个好玩的东西 但是就是因为一开始放这个东巴拉的时候 是在就是我做一个通稿就录一个 做一个通稿就录一个 然后去酒店啊游泳池啊都会录 然后所以就是想跟粉丝就是连接就是一个小互动 就是跟粉丝之间的一个就是情节吧 然后就希望粉丝也都能就是 我也看到了微博上面一些东巴拉的广告 你看到了 我看到了 他们特别厉害 他们这次为千玺应援 本来我按照惯例 每年都要跟千玺汇报一下 歌迷都做了什么 但今年我发现我念不完 要念可能要念十分钟 他们太厉害了 不仅在国内各个城市 有LED啊 有街道的灯牌啊 各种各样 他其实今年同样 还去到了东京啊 还去到了东京啊首尔啊纽约啊英国啊 还有马德里都有太厉害了 迪拜也有对不对 真的 但是更厉害的是他们用两个月的时间策划去到了29个地区 总共三千个人参与做了东巴拉的这个视频 你看到了 特别感动 感动同时是不是也觉得有点好笑 看到他们很认真的在那种很地标性的建筑面前 然后在那跳舞 其实我当时录这东巴拉的时候 我都特别羞耻 因为很多人都要看着你在录 但是就是录东巴拉的那些各位就很好 就克服了 对 让大家都爱跳广场舞的心释放出来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让大家都因为偶像的力量 可能去勇敢地表达自己 哪怕站在人群面前也不会害羞 然后跳舞本身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把这个能量传递出去 所以为各位地毯式的应援鼓励一下好不好 谢谢大家 我们看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 请问千玺同学 你在无聊的时候是怎么打发时间的呢 最喜欢的书和电影是什么呢 我无聊的时候就听歌 然后如果能看到窗外的话 就一直会就是观察每个人 然后观察别人 因为这样有上帝视角很爽 我没有听清楚有什么 上帝视角 野心不大 不小啊 所以你要站在上帝视角去观察路人的状况 对 因为我可以看到就是 比如说这个大爷推着车 我就可以想他 帮他一下 现在去干嘛 然后他的家庭状况是怎么样 就可以幻想很多出来 你真的是一个人在练习一个人 练习得好好啊 刚刚你说无聊的时候还会听歌对不对 对 最近都爱听谁的歌 最近就是会喜欢听民谣 听民谣 听什么 我最近很爱听一个小哥哥的歌 待会我们再聊这一趴啊 我们刚刚聊到这个 千禧在无聊的时候会看看人群啊 听听音乐啊 所以你无聊的时间多吗 其实不多 哦 不多 那我就放心了 还是要多多出门多活动啊 对 好 这个是这个问题 那最喜欢的书和电影是什么 我书我最近在看一个书叫 白夜行 哇 我知道了 你们看过 还有一个叫 还有个叫 你是冬野归舞的书吗 另外一个作家的 我很想说出来 但是我忘了叫什么 没关系 你想到了再告诉我 我们待会 我可以说出来 但我可能会说错 叫 五三还是叫三五 因为我每天都摆在我桌子上面 五三吧好像是 叫什么 你也很好看 对对对 五年是好看 你们在聊你们之间的话题 我为什么有种插不进来的感觉 我只会看里面 所以外面会忘掉 就是看的书太多了 所以各位也是看过这些书对不对 都好有文化 那电影呢 电影 因为前段时间有一个电影叫 齐一博士 我特别喜欢看 这个我终于可以加入进来了 我也看过 那个董鹏超帅的 对不对 我还和胖虎去二刷了一次 你还要 对 真的特别帅 那就好 那我就放心了 还是有很多时间可以去看电影 去享受生活 这个也很重要 在这个年纪 除了要舞台上很精彩的表演 我们也希望千玺能够去多多地体会 就是这个年纪小朋友 不是小朋友 青年人该做的事情 特别棒 好了 我们看第三个问题是什么 第三个请问 舞蹈对于千玺来说是怎样的 为什么你会那么地喜欢舞蹈啊 舞蹈 其实因为我是从小 然后我爸妈就让我去学的嘛 所以 就是 就是对舞蹈 慢慢慢慢就累积出了感情 就是很喜欢跳舞 是 从小就在学舞 所以 其实舞蹈真的是一个童子宫 要从小就开始练 才能够在舞台上的那个一朝一夕 能够看得出来 功底 基本功能看出来 真的 那为什么喜欢舞蹈 我觉得这个问题 就像你们为什么喜欢千玺一样 很多东西是不需要为什么的 对不对 没有答案 就是喜欢舞蹈 就是喜欢千玺 因为值得 此处可以有掌声 我们下期待会儿的 是 我这很想念 我们下期待会儿 怎么做